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好吗 我也没想到 你的妹妹会和深渊在一起 振作起来吧 我相信你 也相信她 现状越是难以置信 我们越是不能停下脚步 对吧 她说了 要我们抵达旅途的终点 一定还是想和我们好好谈谈的 旅途是什么 终点又是什么 还等着我们去见证呢 不用客气 伙伴就是要互相照顾嘛 不过 现在我们应该去哪里呢 要继续踏上旅途的话 你是说 当初让你和她失散的那个神吧 的确 的确 毕竟那个神明 才是现在这种复杂情况的根源 嗯 或许很多迷团 可以从她身上得到答案 于是 现在已经排除了两位神明 风之神和炎之神 那么接下来 嗯 之前钟离和我们说了 稻妻现在处于锁国状态 用正常的办法 应该是无法抵达的 要不然 我们去找个稻妻人问问 要怎么样过去吧 我也想到了 离岳岗里的主子 他就是从稻妻来的 我们去和她打听一下吧 嗯 嗯 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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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叫猫 接双 求老闆 结双 求老闆 接双 我 嘿 三 求饶吧 三 一局胜腹 粉花 冰浪路透 求饶吧 判决 判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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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对你有印象 你就是对抗愚人众和奥塞尔的那位旅行者 对吧 我听宁光讲的 有位旅行者 他这个人很挑剔 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相当不容易了 我当时就在想 究竟是何等英才 我也想亲自结交一下 看你的穿着 我和你旁边跟着的小东西 我觉得大概就是你了 不是小东西 是派蒙 派蒙 着实有趣的生物 从二位身上不光能感受到风雨大地的气息 还带着些许 星空的味道 什么和什么 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点评了 没什么 只是我相信命运的邂逅 必定有其意义 有点相似吧 不过在到期 叫法应该不一样 这位是风源万叶 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留在我的船上 时不时就会从他嘴里冒出两句文词 有船有海风 不吟诗几句 岂不是不解风情 也有道理 不如南十字舞斗会开场的时候 给你个表演的机会好了 那要由兴致而定 为某事而做的诗 往往会缺了意 机会难得 又有大英雄的参加 不要拒绝得这么快嘛 等等 南十字舞斗会是什么 还有你说的大英雄是指 我以为你们一定是来报名的 居然没听说过嘛 南十字舞斗会 是我举办的比武大会 会有很多想要一展身手的人来参加 参赛有两条重要的规则 首先名头要响亮 至少不能是完全不会比武 只想凑热闹的人 当然 这个你不用担心 没有谁比你的名头更响亮了 第二条规则 那就是参赛者不可以拥有神之眼 不然实力差距就太大了 我知道你对你的实力很自信 但不要小看藏龙卧虎的离乐哦 像你这样拯救过离乐的大英雄 来参加我的舞斗会 一定会变成很大的话题 应该也能吸引来更强的人 可我们真的不是来参加舞斗会的 别着急拒绝 这次舞斗会 我准备了特别宝贵的奖品 那就是一枚舞主的神之眼 其实是我提供的 如果舞斗会的获胜者 能够重新唤醒这一枚神之眼 那这神之眼就归他所有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存在 神之眼的持有者逝去之后 神之眼也会失去光芒 但外壳并不会消失 这样的外壳能用来做什么 尚无定论 但我觉得既然空壳留存于世 或许就有传承的作用 是啊 在我看来神之眼是旗帜 代表了神的认可 那么能让他闪耀的一定是强者中的强者 为了发掘强者 也是为了让神之眼重唤光芒 我就举办了男十字舞斗会 如果你没有神之眼的话 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获得属于你的神之眼吗 是啊 比起什么舞斗会 我们更想知道要怎么去盗七 盗七 你们想要去那个地方吗 早说嘛 不就是去盗七 没问题 那如果你赢了 奖励就变成 舞主的神之眼 去盗七的死罩星号传票 二选一好了 你只是想让他参加你的舞斗会吧 为什么不呢 强者越多 舞斗会就会越精彩 而你是我无论如何都想邀请的参赛者 那怎么办呢 为了去盗七 还是要参加的吧 那就先去会场报名吧 舞斗会的会场就在孤云阁 等会儿我和万叶也会过去的 接下来 只需要等时间给我答案了 倒也不坏 快去吧 报名的地方就在孤云阁 我已经把会场布置好了 你一到就能看出来 舞斗会 很容易让人想起 倒七流行的决斗 只不过 点到为止 不见得能激发所有的潜力吧 躱 我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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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报名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参赛者的情况吧 北斗说参赛者需要响亮的名头 我们会队上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好 请问你是来参加男十字舞斗会的吗 对啊 你们已经报过名了吗 那我觉得你们还是先去了解一下报名规则吧 因为男十字舞斗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 舞斗会需要比划拳脚 舞刀弄枪 要是报名的人没有本事只想凑热闹 那到最后肯定会受伤 谁都不希望这种事出现 对吧 嗯 这个规则之前就听说了 不过 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响亮的名头呢 我嘛 是之前吃虎颜自由搏击赛的第二名 听起来好像不太正规的样子 怎么会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吗 这是经常会举办的比赛 我参加的那一次有好几十个人参加呢 除了比赛的荣誉 我还帮千颜军抓过盗宝团 有两个逍遥法外的家伙都是被我收拾的 他们居然趁着夜深偷到我的头上来了 真是不知道厉害 那时候我一个左勾拳就打在瘦子的脸上 他凉强地退了两步 结果旁边那个胖子居然直接掏出了刀 可我一点都没有退缩 反身一腿 那刀就朝上飞去插进了房梁 对呀 就算是空手以一敌二 我也全然没落下风 虽然最后受了不轻的伤 但还是把他们两个制服扭送千颜军了 我也因此获了嘉奖 但对我们来说 同时应付四五个盗宝团 也是家常便饭了 嗯嗯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转转 我们赛场上再见吧 我是不会输给年轻人的 我们赛场上再见吧 小伙子 有机会的话 我就给你展示一下 我引以为傲的鞭腿 你好 请问你们也是来参加男时自舞兜会的吗 嗯 想要精进武艺 就要更多地在实战中积累经验 师父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不过对我们来说 除了将比赛当作训练之外 也很想拿到那个没有主人的神之眼 是的 如果有了神之眼 我们就一定会成为师父最得意的弟子了 这位师父听起来很厉害啊 是很有名的人吗 是啊 他是灵山派的开山祖师 非常有本领 我和我的师弟都是这一派的传人 这很正常 因为刚刚成立不久 远不如我们师父之名 他是位武学大师自创了很多门功夫 听说有十几个门牌的武学都受了他的影响 而他在灵山派传授的是一种叫画镜的功夫 画镜 这是一种气功 能够运作周身的元气 不动一分一毫就能化解外来的攻击 比如我们的师父就可以轻易扭转对手的全路 又或者是让扔向他的石头偏转方向 还曾经把一个挑战者震飞了出去呢 确有其事 只是非常难 我们休息了很长时间 也只是学到了皮毛 还不能熟练运用 唉 只怪我们天字不够聪慧 无法迅速掌握要领 但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快交不起学费了 还要学费的吗 那是当然了 师父可是武学大师 每天都很繁忙的 想让他亲自指点 怎么都要表达一些诚意吧 可是 总是请师父指点 却始终没有长进 师父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 后来我们听说 古华派有一位神之眼拥有者加入 武学上一下子就有了进展 那如果我们也拿到了神之眼 应该也能让师父满意了吧 没关系 能想到的办法都要试试嘛 如果只是等着 情况也不会变好的 对啊 但是一旦成功了的话 灵山派的名字就会载入史册 到时候振臂一呼 就会有八方响应 就算是成为礼乐第一宗门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嗯 在赛场上 一决胜负吧 如果真的赢了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开山立派 说说门徒了 这种事想想就行了 可别让师父听到 年轻人 看样子你也是来参加男十字武斗会的吧 也就是说 我的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个 你也是冲着冠军来的吗 对啊 既然要参赛 目标只有可能是冠军 对我来说 神之眼应该是我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了 不不不 不是具体想去做什么 而是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唉 虽然这么说有点自夸 但我这前半辈子一帆风顺 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 各种考试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做生意很轻松地就赚了很多钱 社交场上 当然也是左右逢源 在大家的眼里 我是个完美的人 但我并没有被这些高评价冲昏头脑 我知道我距离完美还缺一个东西 那就是 神之眼 像你这么自信的人真的很少见 这不重要 我在南十字船队也有认识的人 他知道我是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为我特别安排了参赛资格 我也带了好多人来帮我加油助威 都是关系很好的街坊邻居 当然 我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学了些密传功夫 凭我的天分 随便就能在这种武斗会获胜吧 哼 口气不小嘛 那我们赛场上比试比试就知道了 好了 比赛之前我还要做点准备 等会儿请期待我的登场吧 好像 有自我感觉良好的 有像是被骗了的 有实力真的很普通的 嗯 夫妻好小说 你真的好厉害啊 嘿嘿 我们去报名吧 清测庄搬手腕冠军 这个荣誉 还是通过好了 麻烦下一位来报名吧 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难道是那一位 我没听错吧 真的是那个人 哎 那个人没有神之眼吗 居然来参加这场武斗会 那个 我核实一下 你就是帮助黎月港击退了魔神的旅行者吗 果然是他 在送仙典仪上跟客亲大人讲话的那个人 等 等会儿能不能找他签名啊 你应该知道 这场武斗会是只允许没有神之眼的人参加的吧 真的吗 可是传闻中你的战斗能力出神入化 多次闯入险境之中 无论是魔神还是愚人众都不是你的对手 但他就是没有神之眼了 不信你们完全可以来找找看 抱歉 无疑冒犯 我相信大英雄是不会说谎的 那 能请你报上一些荣誉吗 虽然对你来说这只是走个行事 但如果你能说一下 也方便我来登记 讨伐了魔神奥塞尔这一条 我已经知道了 还有别的吗 和风魔龙特瓦林 愚人中之行官公子都交过手啊 这 冠军肯定是他的了 我想知道现在退赛还是不是来得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有这些完全足够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荣誉背景 好了 已经登记完毕 接下来有我为你们介绍一下比赛的奖品 既然大英雄要参加这场武斗会 一定是剑指冠军 想要拿到这枚珍贵的神之眼吧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啦 北斗答应了我们 只要能夺冠 就会带我们去到期 还有追加奖励 从来没听说过呀 我觉得就是因为北斗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才能请到大英雄吧 但是大英雄居然想去到期那种危险的地方吗 原 原来是这样 和大姐头提前谈好了条件啊 毕竟谁都没想到你会来参赛 就连我也很吃惊 总之 预选赛即将开始 你可以先去做一些准备 商量一些对策 对了 这场武斗会是不允许有神之眼的人参加的 虽然你没有神之眼 但在提瓦特 大家都认为只有拥有神之眼的人才能使用元素力 为了不被误解 你在比武的时候也不要使用元素力吧 感觉这种程度的对手 对你来说就算没有元素力 也能够轻松取胜 那就参赛吧 我看好你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你希望现在就开始比赛吗 那么 请跟我进入会场 引人注目的种子选手 他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原来